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巷子中的三人都愣在原地 只见这件异物发出阵阵浓密的黑烟 短时间内就将整个小巷子里弄得全是烟雾 杨琪吸了吸鼻子 好腔的味道 这是 烟雾蛋 杨琪有些震惊于对方的手段 没想到这个世界竟然连这种东西都有 而朱琼仙以为这是杨琪的同伙丢进来的 于是急忙对着灵日喊道 快点拿下它 灵日文言继续朝着杨琪扑去 不想刚刚靠近对方 便身子一软 直挺挺地倒在杨琪面前 我还没出手呢 你怎么就倒下了 本来杨琪都已经做好了 给灵日一记伤羊剑的准备 可谁知对方竟然毫无征兆地瘫倒在地 这是圈套 朱琼仙也震惊于灵日地突然摔倒 正要开口说些什么 只觉得大脑开始变得晕晕沉沉的 浑身瞬间便没了力气 杨琪吃惊于眼前二人的变故 这是什么情况 你们不是来抓我的吗 怎么自己先倒下了 难道是内烟的问题 还是提前中毒了 不等杨琪反应过来 这时从巷子外面传来一个声音 快来把人带走 接着有几名蒙面男子走了进来 恰好这时烟雾散去 这几人正准备把朱琼仙带走 结果看到巷子里竟然还站着一人 顿时吓了一跳 怎么还有人 杨琪此时已经明白这伙人不是冲着自己而来的 于是做了一个手势 请便 可这几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直接抽出武器 朝着杨琪砍来 爱 还是得打一场 抬手就是一记扫伤箭 直接将其中一人的兵器打碎 不好 领头之人都没看清对方是怎么出手的 长刀变碎了一地 只留下一个刀柄还在手中 杨琪这还是第一次用六脉神剑与人交手 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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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商剑 商阳剑 中冲剑 仅仅是这三种剑法 就将这伙蒙面人的兵器全都击碎 这六脉神剑用起来的感觉真不错 就是对内力的消耗有点大 杨琪本以为对方会因此而退去 但没曾想这伙人直接又赤手空拳地冲了过来 既然这样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六脉神剑好似不要钱一般 不停地击射出去 扑 扑 扑 短短一刹那 这伙蒙面人全都被杨琪的六脉神剑打穿了胸口 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这六脉神剑真是好用 拿下这伙蒙面人比想象中要简单多了 正当杨琪准备就这样离开时 倒在地上的灵日开口说话了 带 小姐 走 什么小姐 哪里来的小姐 杨琪环顾四周 找了一圈 可是在场的只有躺在地上的这几人 哪里有什么小姐 旧 小姐 走 灵日费力地伸出手来 只像躺在一旁的朱穹仙 原来是说他呀 你在想批吃呢 你俩把我堵在巷子里 图谋不轨 我这大好青年 好悬落入魔掌之中 现在竟然想让我救他 做梦去吧 杨琪没有理会 正准备跨过其中一名蒙面人的身体走过时 被灵日一把抓出了裤腿 那是安国公家的大小姐 你是六扇门的 一定要救他 哟 这是赖上我了呀 杨琪本 无意理会 但是一听说是安国公府的大小姐 瞬间便想起来当日进京的第一天 那个被他所欺骗的朱穹仙 我说怎么之前觉得声音熟悉 原来是他呀 杨琪本不想理会 但一想 一个妙龄少女 和一堆大男人躺在巷子里 说出去终究是不太好听 况且 他身为六扇门的铜牌捕头 总不能见死不救 那你怎么办 杨琪问向灵日 不用管我 好吧 你既然这么说了 那我就先把朱穹仙送回去 一会儿再来救你 而此时 朱穹仙已经昏迷了过去 说来也是奇怪 杨琪也闻到了那烟雾 可是他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俯下身子 一把就将朱穹仙抱了起来 比想象中要轻得多 杨琪正准备走出小巷 结果又出现一人堵在了巷口 没完了 这是 来人不同于其他蒙面人 他的脸上一点遮挡都没有 那标志性的阴沟鼻 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 一看就是个厉害角色 让开 杨琪怀抱着朱穹仙 冷冷地对着阴沟鼻男子说道 阴沟鼻男子没有说话 一步一步地朝着杨琪走近 搜 杨琪二话不说 直接一记伤羊剑打出去 没想到之前还无往而不利的六脉神剑 第一次出现了失守的情况 只见阴沟鼻男子轻轻将身子侧过 直接躲开了这记伤羊剑 砰 伤羊剑打在墙壁上 直接打出一个洞来 阴沟鼻眼中 见状眼睛一眯 神情开始凝重起来 没想到 这个矛头小子竟然这么厉害 这要是打在身上 肯定会重伤的 收起轻视之心 阴沟鼻男子开始重视了起来 杨琪没想到 对方竟然能躲过去 心中一沉 看这人实力 品级肯定要在自己之上 而且他现在还抱着朱琼仙 对于自身实力的发挥 有着巨大的影响 不能立敌呀 打定主意后 杨琪一边抱着朱琼仙往后退 一边使出六脉神剑 阴沟鼻男子只能不停地躲闪 这样二者之间 逐渐拉开了一段距离 找准机会 杨琪带着朱琼仙 一扭伸 便从巷子的另一头跑了出去 结果刚刚跑过墙角 只见一名埋伏在此地蒙面人 对着杨琪 就是一掌拍了过来 没想到竟然连这里都安排人了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杨琪猛地一扭伸 及时使出了轻功 踏雪无痕 不过依然还是被这一掌扫到的胳膊 搜 一记哨伤剑打入此人的胸口处 扑 鲜血喷了杨琪满脸 顾步地擦拭 继续抱着朱琼仙往外跑去 砰 一道响剑被射到天空中 原来是灵日拼尽全力 这才将求救信号发出 然后好似虚脱一般瘫软在地上 鹰沟鼻男子心中一惊 必须速战速决 否则安国功夫的人 马上就会追过来 杨琪慌不择路 有路就跑 没路就翻上墙 在巷子里左拐右拐 不知道跑出去多远 但始终无法甩掉 身后的鹰沟鼻男子 不行呀 这样下去迟早要被追上的 拼了吧 杨琪打定主意 一跃翻进了一处普通小院里 砰一声 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然后一个亮呛不小心 将朱琼仙丢了出去 鹰沟鼻男子也急忙追了过来 剑状心中一喜 看来这小子已经没有力气了 正当他准备伸手抓向对方时 只见杨琪猛地将手指从肋下伸出 一记伤羊剑击射而出 早就防着你这一招呢 鹰沟鼻男子早有准备 又是一个扭身 即使躲了过去 同时对着杨琪就是一掌 砰 杨琪直接被一掌拍飞 在地上咕噜了一圈 躺在了朱琼仙的身边 这下杨琪彻底没有了任何办法 哈哈 这下你可死定了 鹰沟鼻男子心中大喜 终于要把朱琼仙抓住了